剑斗罗如果没有加入七宝琉璃宗的话 会不会考虑加入五魂殿呢 剑到陈星九世七级巅峰斗罗 一柄长剑纵横天下 是大陆攻击最强的封号斗罗 在嘉陵关中随意调打鬼爆斗罗 一剑几乎全灭火爆宗和炎灵宗 风轻云淡 波乱不惊 简直不要太强 这么强大的陈星 当初如果没有加入七宝琉璃宗的话 会不会考虑五魂殿呢 成为封号斗罗的强者 一般都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像独孤伯一样成为自由魂师 无拘无束 逍遥自在 要么就是像举鬼斗罗一样依附一方势力 借助宗门资源冲击更高的境界 自由魂师我们不考虑 而夏四宗同样也不考虑 已见斗罗的实力 夏四宗根本看不上 那么就剩下上三宗和五魂殿了 五魂殿陈星肯定不会考虑 大家都知道陈星的父亲陈建军 死在了千道留守里 就这点陈星就肯定不会加入 而且五魂殿高手众多 各种封号斗罗强者 加上一众供奉长老 陈星就算加入了 也不会有太高的地位 混到的供奉就不错了 而且作为反派的五魂殿 其中封号斗罗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比如举鬼斗罗 接着就是浩天宗和蓝店霸王龙宗 这两大紧级宗门 都有众多封号斗罗强者坐镇 而且他们的封号斗罗 都是宗门内产生的 对于外来的陈星肯定有台外星人 陈星加入后受重视的程度 肯定不如宗门内的封号斗罗 所以得到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无利于陈星的修炼 但是七宝流离宗就不同 作为纯辅助系宗门 门内从弟子到宗主 都没有一点自保能力 陈星的到来 简直是雪中送炭 解决了宗门的最大危机 让其他势力不敢随便打宗门的注意 因此陈星的地位会仅次于冥峰制 能得到最大的资源和最高的地位 可以说和宗门相互成就 并且有冥峰制的辅助 陈星也能发挥最大的战力 因此陈星加入七宝流离宗是必然的结果 对此你怎么看